果然被我猜中了 8月份第二周 蔚来的周交付量又下降了 7月份蔚来宣布自己的月交付量 突破了2万辆 那么当时我就说了 蔚来的周销量以及月交付量 都是蔚来的巅峰 有ES6和ET5T的两款新车的加持 而历来蔚来在新车型上市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小小的高潮 而随后它的销量就会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 那么没想到这一次下降来的这么快 在上一周的时候 蔚来的周销量还显示是4000多辆 而8月6日至8月13日的第二周 只有3300多辆 那么蔚来交付量说到这里 我们今天星期二主要是说一下 理想发布的周销量排行榜 那么在新势力的周销量排行榜上面 第一名仍然是理想 它的这一周的周销量是7200辆 在上一周的时候我就说过 理想的周销量实际上也呈现了一个下降的趋势 但是在第二周 它有了一个起稳的一个信号 如果理想的周销量现在低于8000辆 可以说都是不合格的 毕竟现在的理想 它的目标应该是每个月3万5000辆以上 而且在理想汽车的二季度财报数据当中 他们给三季度的交付指引 给出的是10万是10万3000辆 所以每个星期的交付量 所以每个星期的上行量 理想不应该低于8000辆 或许我给出的这个太过 或许我说的太过严格了 第三名是深蓝 这周的上行量是2900辆 深蓝作为长安的一个新势力品牌 应该来说发展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它的车型非常的漂亮美观 然后呢车价也是非常的实惠 我想正是由于这一点吧 体现了这个物联价美 所以呢深蓝一直以来 它的销量都还是非常不错的 第四名小鹏 这一周的上行量2800辆 这让我基本上可以断定 小鹏G6并没有带来一个爆炸式的 一个订单增长 从7月份以来 一直到现在的8月中旬呢 小鹏的周销量仍然只有2000多辆 也就是它的月交付量 实际上仍然只有一万出头 小鹏什么时候能够创造一个 两万辆的月交付量呢 或许还要等待下一款 更加热卖的车型吧 六名领跑 这一周的上行量是2600辆 可以说对于领跑的乘客 有一点点稳定 但是现在这种市场环境 我觉得稳定并不是好事 应该不断的提升 第六名腾市 这一周的上行量2600辆 第七名哪吒 这周的上行量是1900辆 似乎有点点退步 极客1700辆的周上行量 退步了退步了 这也就很好的解释了 为什么极客降三万 对不对 如果不是因为订单少了 谁会随意的去降价呢 第九名 断崖市的下跌的一个销量 问戒的周销量 周上行量 七十名卫排 长城的卫 这一周的上行量600辆 我还是那句话 问戒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现在已经起不来了 掉到1000辆以下的周上行量 是 卫 这一周的周销量说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我 一起来关注中国新年车的发展